哎 聪明晚安 这才几号啊 就聪明晚安 怎么了 现在圣诞的气氛已经很浓烈了好吗 我就知道 你肯定要说和叶琛一起过圣诞节 安慰一下我自己树上的小心灵吧 我的小肠子不是一个见色忘有的人 我根本就不可能是见色忘有的人好不好 好吧 买这么多东西 爱吃嘛 你最近忙什么呢 我 我没什么事 看看书 听听音乐 把之前落下的电影都补回来 学习一下人家好演员是怎么演戏的 行了 在我面前别装了 什么过程单啊 其实我就是找你来喝酒的 我知道前一段时间玉龙的事 你心里不好受 你想多了 没关系啊 林薇姐都跟我说了 让我不要去看网上那些留言 反正我说得也很难听 那些都是颜楚飞的粉丝吧 也不完全是 敢说得难听的 是 还说没看 没看怎么知道的 好吧 被你瞧穿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做到完全的心平气和 我最多只能 不回复 不理睬 你知道他们都说什么吗 说我什么 靠男人上位 利用男人 不择手段 达到自己的目的 说我什么炒作 他们知道吗 他们有证据吗 凭什么这么说我呀 无比可笑 甜甜 甜甜我跟你说话呢 你在听吗 我听着呢 他们这些网友说话 从来都不需要负责任的 所以怎么解气怎么说 怎么残暴怎么说 但是你知道吗 我看那些话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地心寒 我们从选秀 到训练 到拍戏 我们这么一步一步 走过来 我们多不容易啊 他们外界评审 把我们女演员 想象成那个样子 我们是吗 他们有什么证据啊 我们之前付出了多少努力 我们多辛苦啊 这些难道就真的 不值一提吗 阮凌云说过 人言可畏 没想到一个时代都过去了 他们还是这个样子 好了好了 不想这些了 至少你还有叶琛啊 你跟叶琛的感情 很多人是祝福的 来 恭喜你 成功 高兵叶琛 叶先生 确实挺好的 叶先生 叶先生 干吗叫那么生分啊 你不会叫他的名字啊 叫名字啊 叶琛 我叫不出来 我不习惯 我还是觉得叶先生 比较顺口 我知道了 你是希望他赶快 变成你的先生吧 说什么呢 没有的事 我跟叶先生 现在确实挺好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离结婚 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 好了 那段承轩呢 段承轩去交出传也有一段时间了吧 没联系你啊 你就别跟我提什么段承轩了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跟他的关系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充其量 就是朋友 等一下 现在连朋友都不是了 朋友三不五十还会联系一把 这么长时间了 他完全都不跟我联系 好了 不说这些了 走一个 提前庆祝 圣诞快乐 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心平气和 我最多只能不回复 不理睬 你知道他们都说什么吗 说我什么 靠男人上位 利用男人 不择手段 达到自己的目的 说我什么炒作 他们知道吗 他们有证据吗 凭什么这么说我呀 无比可行 田田我跟你说话 你在听吗 我听着呢 他们这些网友说话 从来都不需要不回 什么呀 喂 怎么样 跟他聊了吗 我 还没有 没事 我就是告诉你 最近这个戏正在定女一号 角色很抢手 你差点点时间 如果做不了 他也就不用拼什么 我没说我不做 我这可不是在催你 你自己考虑清楚 叶琛 他说得难听的 靠男人上位 利用男人 不择手段 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是靠男人上位 利用男人 达到自己的目的 叶琛 我跟他什么都不是 严楚飞 不是利用吗 对不起 我真的需要这个角色 我真的需要 早就看出来这个合成都是心机 没你有心机 哎呀 这下就像大白了 得罪人了吧 这次凌薇姐也帮不了她了吧 接下来关注一条娱乐快信 此前一直备受期待的电影《焦珠传》 已经在横电紧张拍摄中 日前 片方爆出一支宣传片 终于揭开了电影的神秘面纱 引起网友热议 苏诚 你听我说 最近的情况对你不太有利 如果我们找不到是谁录的音 即便我让星渝的律师发律师函 澄清那段录音是剪辑的 也不会有公众相信的 因为大家现在都认为 那个录音室就是你自己剪的 只是为了炒作上位 我自己剪辑的 怎么可能呢 我不会害我自己的呀 但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在说 你就是那种 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姑娘 你仔细给我想一想 最近你见过什么人 说过什么话 祝福祝福祝福 这才几号啊 就祝福祝福祝福 我 或者等你想好了你再告诉我吧 我这儿已经派人在查了 但是 我家里有点事我得回趟美国 所以圣诞节这段时间 你就给我老老实 待在家里哪儿都不要去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事情冷却 你什么都不要做 后面的事情我来处理 喂 姐 我把苏绳给你带 我以为你会好好照顾他 可现在都是什么呀 姐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激动 我已经在处理了 但是我要回美国两天 这种情况你还要回美国 姐姐 你是不是谈恋爱谈婚头了 你 美国那小子的事我都知道了 你能不能不要胡说八道 我是有未婚夫的人 我不管 反正你搞不定这些事情 不准走 我说段承轩 你怎么对苏绳这么关心啊 我 我这怎么是关心他呢 我咽不下这口气 幸运的人 怎么能被人这么踩呢 我段承轩被人踩成这样 我以后还怎么混呢 对了 是不是王思琴 他又是冲我来的吧 我马上找他 姐你也真是的 你这个金牌经纪人是怎么当的呀 你死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呀 你以前跟我说话是这个态度吗 你好好反省一下吧 我去收东西 姐 你 星机女去死吧 贱人 我恨你一辈子 诅咒你全家 叶春瞎了眼才会跟你在一起 你说话呀 你有本事出来回复我呀 星机女原地爆炸吧 你也想有个国家 你都想这个路 如无遍 抱态 должно想吧 谢谢你 environment